明偶风云会 印谈与路旁 风云高 主持 陶杰 鲍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 准时满位收听 收听风云 多谢各位的支持 本日陶杰和鲍韦聪的patreon 也非常感谢各位陆续加入 这几天 我们都知道 香港有一段 由C-Channel 一个新成立的网络媒体 他的记者非常勇武 去到花区运动场那一间叫麗荣花店 追访了那一宗涉嫌店主非法将花围 一发检进给了铐铛铛隔离这个大厦 会几乎固定 banned 因为那样本来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一旦发生火警 楼上的住客如果是仓皇逃生 就会阻止生怒 这段片我们为什么值得去讨论呢 你知道现在的港产片 经常说缺货 也没有好的演员 再加上现在又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这些新闻的媒体 遭到打压 这段短片可以说港产片里面 再加上新闻自由这两构二合一的一段精品 你就是编剧了 我们上次逐格和各位一起分享过中共二十大 这个超级压工前总书记胡锦涛被习近平下令 工作人员当场是押送出会场的片段 大家在电影学的角度 看看旁边的人 和当时的气氛 这些细节 这段片我们由影评的角度 你怎么看呢 首先这段Channel CHK的片 一共有三集 最精彩的就是第二集 就是有位警署警长和丽荣花段的老板 夫妇加上他们的儿子 涉战 差点要拘捕 这条片 截至我们现在节目做的时候 是173万 太厉害了 似乎Channel C找到他们的流量密码 因为我发现其他这类型的片 都上到几十万view 之前他们的频道告急 你都知道收入 现在就恭喜他们 这个频道的收视和订阅 已经截截上升了 首先是报道一下这方面 第二方面 这条片为什么值得讨论呢 除了陶先生说用一个电影 或者是一个剧情的角度去分析之外 因为本身里面牵涉有两个parties 一个parties就是这班 麗荣花店的店主一家 或者这些叫刁民 另外一班就是警方 执法人员 加上食环 两班人呢 其实在香港人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情绪都很复杂的 究竟他站在哪一边呢 应该站在店主那边 为小市民争取他们的权益 还是站在警察那边 赞成他们勇武执法呢 有很多人在这段片看完之后 是轻机的 轻机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怎么站 在道德上 很难分辨边边中间 因为三年以来 香港的社会环境是高度政治化 而香港警队的形象 也带有很大的争议性 没错 让很多人用政治的眼光去看警方 虽然这个叫警方 是一个三万多人的龐大的队伍 在下面也分不同的环头 不同的职责 但是我们撇除政治的因素 来看这段片 首先就是这对光头的肥 又是肥的 你知道吗 又是光头 是 光头 即是近日 就有很多的 在这个世界上 大出风头 包括这个叫华格纳的总司令 是光头 在这个叫鑽石山 那个叫荷里活广场 插死两个女子 那个又是光头 是吧 在这段片段里面 是严重警告 习近平如果不攻打这个叫台湾 的话 就应该下台 那个豪客也是光头 所以光头是特别man的人 对吧 所以这部片才好看呢 就是我们由电影学的角度去解构 就是第一 它充满动感 第二 就是它的背景 是这 这对这样的夫妇呢 就立刻联想起1989年 叫做罗马寿西 这个罗马尼亚寿西斯古夫妇 这个寿西斯古是一个独裁者 而他老婆和他也在生活上非常合拍 那这个呢 这对这么光猛的人物 可以说是有达朵 是潮州帮的有力人士 但是他经营的就不是说买刀 也不是说买这些关公杖 而竟然是卖花 所以在营像那里呢 是光游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和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对比 这么勇猛的人 我相信买棺材 我相信 卖这个叫做买刀 我觉得呢 非常适合 是吧 你又卖那些 另外卖那些 紫棧铺 余兰节 7月14日 都很适合营料 怎会卖花 那么奇怪呢 你对着这些花 卖几十年 照计人 修心养胜 给某单却弱 玫瑰 荷花 是吧 我们也读过爱莲说 是吧 莲花 花枝君子 某单 花中富贵等等 似乎那两夫妻买花 卖了大半小 就没有给那些花器 去涂惹到性格 陶先生 我就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所以这个 drama那方面 这个setting 是可以说是充满反讽的 是的 除了这对夫妇 是人版 或者叫做精品之外 其实我整条片 我整天都留意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 好像陈建勳 年轻的时候 她的头发 其实都走向督头的方向 但是也身体肥胖 她坐在旁边 其实开头 不是经常出声 但是她间不中搭嘴 搭嘴又在那里了火 跟着跟她老爸互相攻守有志 这个配角 大家都不要忽略 她的儿子 其实也不是善男信女 不过在父亲大声夹恶之下 他只能够分到 若干具对白 插入 这部片 那个当然男女主角 当然是这个花店 这个光头的肥佬 是一个主角 还有他的太太 妈变女 两夫妻的互动 我们也看到 是很有几十年 那个夫妻的合拍 但是同时 你知道 潮州人 打老婆 是天宫地道 所以这部片 在戏剧张力方面 也有这个叫 山穷水盡里面 突然漏暗花明 是有些惊喜 我们先看看这段短片 好 我会不会沟通有这些问题 你经常说的 不要打人 先生不要打人 不要打人 你看看 本来你两夫妻 应该团结一致枪口对外 一起对警察 但是谁知道 妈变女在她旁边 协助 讲解案情 被她老公一举三字经 一举三字经 一举一举 这里 我就有点 评激一下 或者跟C Channel的记者去商讨 记者 你本身应该是旁观者的角色 不要介入新闻事件 在这里 她的老公 那个老公 这个叫肥哥哥 是兜巴星的 他老婆 那记者不要在旁边 不要打人 不要打人 是不是 喂 他打老婆 是不是 在弘扬着潮州 的伦理文化 潮州人打老婆 天公地道 对不对 陶三 我又不是这样看 我尊重中国国情 不是 那记者在旁边 叫不要打人 喂 六四 那晚 那些产客车 开到进去 天安门广场开火 你什么时候见过CNN的记者 对着镜头大声叫解放国人 不要开枪呢 CNN的记者可能就不会说 但是香港那些记者 民间记者 我不肯定 会说 因为记不记得抗争三年期间 经常都有一些 叫做 撕尿 的一些场面 有些人 就唯偶 一些人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哪些打哪个 但打打下 总有些人 或者记者 叫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打死人了 放过他 突然间 他在拍摄的时候 就有这些声音 走出来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香港的记者 或者是这些 採访的人士 他们拍摄的期间 他们跟着 就会投入自己的情绪 叫人不要打 不要 会死人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专业 我觉得 是吧 那个老公在那打老婆 就是嫌他老婆多嘴 是吧 他打不打老婆呢 观众是有什么反应 包括 香港的女性主义者 看到的 火冒三丈 老火中烧 是另一回事 你不要干扰 现场 自然发生的新闻剧情 是吧 对不对 你应该那个记者 反而退后一点 那个镜头拿歪一点 是吧 让我们的人去看看 是吧 只有一巴巴 好像不够 是吧 这么多嘴舌 是吧 看着他 可不可以起来飞脚 那给你的记者 不要打人 不要打人 暂乱过病 就是掃兴了 记者可以说话 但是记者是有天职 天职是要采访 你要找故事 你应该去追问 那个妈边女儿 就是他老婆 其实你平时 是不是这样被她打的 他打你 你痛不痛 他问候你娘 就是问候她的外母 你有什么感受 会不会是一种乱临 他刚才用一只这么老骨的 在这里问候你 你可以follow up那些问题 当然了 你不可以叫他不要打人 对不对 这里真的不是很对 不信 我们请教一下 有新闻教父之称的 王应是 王应是对于新闻 你有很多东西说 我早前的新闻小花 在那个故警板 跳开花舞 你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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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disgrace to the craft of journalism 我不信 你问一下 Hey Ray Hi How are you doing? We haven't met each other for many years Have we? Aha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film? No good Is it? For God's sake say something you son of the bitch Right Okay We'll catch up very soon Either in New York or Hong Kong Right Okay I mean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You know With the craft of this reporter I mean He is trying to interfere in what the hell is naturally happening on the spot You got to say something Right 对 黃应是 是一位在美国受教育 所以你的美国口音 那股美国口音 是对他听 是吗 大家对着 是对嘴型 是吧 你在这里 你不会在这里 那位罗渣摩 或者叫做 Colin Fifth 那位英国口音 你有少少说美国音 我们有黄应是大哥 他的英文名叫Ray Wong 是吧 好了 这段影片的精彩 这里又要赚回C Channel 因为他欺负到好处 有洞有症 这两夫妇强势出场 那个肥哥哥打完老婆 就有些食環处到 食環处来 就非常之蛮型 配合隔壁几个黄蓝衣的 没有做事 是吧 说完那些事情 你说警察的权力很大 我们就派告票 是吧 那我们的职责 我们看看这一段 十分钟之后 食環终于都到场 你们先等一等 你先等一等 姐姐 你忘了吗 我忘了吗 我忘了 那里那里 助理 你自己去做你的事 你们有没有拘换过他们 一定没有 但这位应该没有 他们就不理 继续放出来 我觉得有什么意思 因为 这地方没有 有些特殊 我們不可能可以在這裏 因為有幾十多人 但因為我們很懲罰 我們很懲罰在暫時 我們不可以檢除 因為它不是數目的 很努力很慘 有一件警察就是你外港 警察的勤力很大 我剛才說的 就是每次都說Corset環 是 屬於你們 某些法律來說 我們可以得到哪裏 我們都會守法律 我們不可以挑出守法律 這個位置就叫做過場 剛才打老婆那裏暴力的 就叫做一套戲裏 Add one Add one是一定要有個高潮 然後 catch 著觀眾的 attention 但中間那裏有個過場位 是民氣 這些民氣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現在這些食環處的官僚 是多麼無用 是吧 喂大哥 喂 你現在是 這些人叫卸博 是吧 記者問得好 他現在長期是這樣 他說我們沒辦法 我們只是給告票而已 是吧 所以不怪得 這個火哥 馬上越戰越勇 是吧 我不認為 我認為他是欺善怕惡 因為如果根據我親眼目睹 食環處執法 真的不是那麼臨線 當然 當然 是把乘車乘車的小販 那些貨品 劈上 全部找到貨車 全部上了貨車 當然 然後呢 如果那些小販吵 叫警察來 其實他們的態度都很硬 是一點都不會軟化的 是 那時候曾經有些婆婆在那裡哭哭哭 是 求他不要給貨物 甚至比他們貴貨 他們都不理 是 這些食環處 我不知為什麼 突然間對著這些刁民 變成一個 gentleman 是 很有紳士風度 是吧 很客氣 是吧 為什麼平時我看到那些 食環處執法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 2009年4月18日 食物環境衛生署這宗新聞 差點又搞出人命 累積一家三口 半年之久 是備受煎熬 是吧 當時就在荃灣兆和街 那一位小販 就一直持牌流動擺賣 那怎麼知道 近20名的食環處 就包圍 就說 叫他不可以在這裏擺賣 是吧 那這個小販 這位董先生要求食環處 是出示證件 但是呢 那證件他看不清楚 於是食環處呢 就說 風神惡殺 就說 我以前都是當差 我現在告你妨礙公職人員罷工 還有我是官 你喜歡什麼時候 就拘捕你 就拘捕你 食環處幾乎可以 是搞出人命的 這個是2009年的事 為什麼你會見到一個 這麼勇武 這個肥老 豬肉佬 你會裝糖 是軟了蟹 這跟一般食環處 那種態度很不同 是吧 所以這場的文氣 這個叫做C Channel 是做得非常之好 是呢 就展現出很多社會 深層次結構 溫家寶說的一個問題 是吧 但是這個時候呢 當觀眾的情感被牽動的時候 突然間好像做黃飛鴻一樣 是吧 就是黃師傅出現了 這個氣場厲害了 就是人味道 就是聲鮮道 我們先看看這段 立刻搬走 不搬走 我抓人 空艇行動 我現在會抓你左階 為什麼 食環告你 無效 你頂著人上不了 上哪裏 這個不是有去拍 我現在告訴你 這叫法例 這裏 你頂著人出入口 旁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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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去中間 這個出入口 人家出不了 你不搬 你不搬 終於這個大救星呢 就是 旺角警署 這位警長 自稱叫陳志民 這些叫一夫當關 萬夫獲敵 要和整個警務處 省招牌 你看看 遠距離 他身形 就不是很高大 是吧 有人說呢 他的樣子 是像以前香港電台 頭條新聞那個叫太后 吳志森 吳志森呢 有沒有這麼勇武呢 如果有的就不用 走老走去英國 對不對 遠遠的渴住 叫他呢 立刻搬走 嘩 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對撼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氣場之下 受到衝擊 這個江頭的潮州肥 肥大哥呢 那道氣呢 就先虧了三成 是啊 起碼沒有對著之前的警員 和食環署那麼囂張 那也都呢 在這個態度軟化之下呢 就願意呢 稍為挪移 和搬走他的花 但是他的口依然不收 他依然呢 經常都強調自己呢 會發律私訊 和會 會投訴 那這段片呢 就是戲玉來的 那你見到一個 白衣的警署警長呢 對這個刁民呢 實施一種叫做 思考功的壓制 有些像以前PTU 任達華 那一套呢 就是電影 杜琪峰的名作裡面呢 那種氣勢出場 壓住那些黑社會一樣 但是 我有略嫌不足 就是這位警署警長呢 多次聲稱會拘捕他 因為當時呢 這個肥哥哥呢 就不合作 但是這種口講拘捕 甚至叫做手下拘捕的 就是下面那些警員拘捕的時候 沒有行動 什麼 這個很大的問題 陶先生 因為我記得我這三年 看很多抗爭運動的場面呢 那些警察呢 抓人呢 是不用說話的 一下子 撲出去 就把你按下 然後反手 把你的手 差不多咬斷 然後用膝蓋 硬著你的頭 是這樣的嘛 喂 我期待 我真心期待 是看到這樣的場面的 但是對不起 全部出口術 債托 我來拘捕你 我拘捕你 你再這樣 我拘捕你 只有一個講字 我想見膝蓋 壓著肥哥哥的光頭 那個場面 那個後面的枕 那個後臂枕 用膝蓋 硬下去 硬下去 硬下去會爆的 不是的 那個袋袋 抗爭運動期間 經常都看到的 那些年輕人 撞腰鬼命 被一個速龍壓著 一隻腳踩著頭 或者Unit 大家 那個隊伍不同 對吧 這些隊伍 我們看到 雖然是陳志民警長 是非常專業的 履行他的職責 但是正所謂 強幹的弱資 有一個這麼厲害的將軍 下面的夥計 不動啊 在旁邊 你當時見到 墨彥廷 6月4日 你都覺得他刑跡可疑 馬上去搜身 和拉上警車 對他的女人也是這樣 你現在看到 一兩夫妻在那裡 唯非作歹 受西斯古夫婦 整班旁邊的那些 伙計好像在圍觀 是吧 事事評論員 這樣就未免 令到我們陳志民警長 是有少少失威 是啊 我覺得陳sir 回到警察 應該叫這些伙計 是開一個 事後檢討會 是啊 當時的場面 如果用劇情 其實這套戲是去到高潮位 因為那個conflict 是去到最大 之前其實是滾雪球 無論是食環 或者是藍衣的那些警員 只是把觀眾的情緒 不斷壓到最低 因為觀眾覺得法治不章 還有為什麼刁民 可以對著紀律部隊 食環 這麼囂張 就在等一個hero 星球大戰也好 或者Iron Man 那些Marvels 那些電影也好 所有電影 特別是這類 是等一個hero出現 史太龍第一帝也好 黃飛鴻也好 Hero 這個叫做 阿諾斯華森力加也好 一定要這樣的 如果Hero 除暴安良 Hero出現了之後 其實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 打那個 數場 對那個大奸 要實行懲罰 整班人 機關 Iron Man 你看六四清場 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只有一架坦克嗎 是吧 是吧 28軍 37軍 一到 整班解放軍 一起上 是不是 差了沒有 陶先生 顯示到 警方在這方面的協調 官兵之間 是不是應該 這部電影在這一刻 改善了 就反高潮了 那些反派是很聰明的 一看到警方的陣容 是好像強幹弱 只是你剛才所說的 岑建勳營 那位太子 最後一段時間 是出來了 我們看看 搭嘴 整個街坦 你不斷針對 隔壁又不斷 我猜你 你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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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麼醜 我去恐怖訪問你 我一定給六四清 你不斷 我一百幾萬 我一定不斷針對 你不斷針對其他隔壁 隔壁都不斷 我沒有斷針對 沒有斷針對 我一定不斷針對 如果黑社會的話 我就拘捕你 沒有斷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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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 中國的家族政治 和家族生意的倫理 這個兒子是隨時接父親的 當父親有爛 兒子不出來抱父親 將來這個花店 不知道有多少個兒子 好像在現場 還有一個大兒子 在後面又出現 又走過來指馬搭嘴 父皇在這裏 我們來看看 全香港的做兒子 聽著 家族方面 如果兩個人生意 將來決定給誰 就看看在危急的時候 是哪個太子 願意出來揹 是 這個太子 是彈出來的 是很厲害的 因為這個陳志文 是非常辣的角色 在這個兒子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彈出來 是跟父母 夠嫁 我覺得是相當之有勇氣 不要說哪個中 哪個奸 但是我又覺得 有些不足 因為這個類似陳建勳的兒子 這個內容 他不是長子 可能因為他正正不是長子 這個繼承 可能其實他未必是有份 或者他只能分到細份 他投入度不足 你知不知道 他有些時候 走出來 搭嘴 又說兩句 接著又閃開了 又不入鏡 其實如果你要搶這個太子 這個智慧 這個時候 就是表現的時候 你應該 真的 你拿東西也好 你拿 拿之劍蘭也好 什麼都好 你應該出去 護著老爸 1988年 在這個西藏拉薩 發生所謂的暴亂的時候 那時候西藏的 這個自治區書記 胡錦濤 親自指揮解放軍 戴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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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慰問解放軍 換命 所以鄧小平在北京 這個叫耶斯看眾 原來這個 這個 沒有錯 這樣才是隔代指令 是吧 所以 就不止是這家花店 這位太子 我想全香港 那些父子經營的家族 生意做兒子 這裏要吸收少許教訓 沒錯 老爸有爛的時候 或者叫爺爺有爛的時候 那些子孫應該出來爛 還有 當警長聲稱要拘捕你老爸的時候 你應該爛在警長 跟你老爸中間說一句 要拉拉我 不要搞我老爸 這句對白一定要的 雖然略嫌造作 不造作 這些對白不能夠少的 是吧 當然 最後的高潮氣就是 這位潮州肥老闆 第二度 是出手去懲戒 這個叫媽邊老婆 這東西呢 為什麼要重要呢 是吧 要出手多鑊 因為頭那一鑊 他三字經那一鑊 那些觀眾以為眼花 知道嗎 所以這次一打多一鑊 就confirm 這個叫潮州家庭的男性霸權 的勇武文化 尤其是混亂之中 所以這叫氣中有氣 焗中有焗 這部分呢 一下子的媽邊女 是向右下角 中了過去 這個畫面 也很老夫子 如果從戲劇上來講 這個處理 叫做Comic Relief 氣氛調和 這樣也是 因為一直 泰國有張力 在那裡吵架 大家太疲倦 一直聽到警長 和肥哥哥在那裡 互相指望 突然間肥哥哥 把目標一轉 轉向媽邊女 走過去載她 這一下呢 其實既是有一種意外 surprise 還有一種灰諧的感覺 因為媽邊女本身的造型 很灰諧 因為她覺得自己好像18歲 依然砸一條媽邊蛋 其實我看她已經70開外 這個造型已經不簡單 很喜歡 媽邊女這個角色 你不要笑 因為中間 當老公進了店裡的時候 她在前面擋刀 你看她說話很有教養 一事同仁 你看看 你要公道 我為公道合理合法 你合一事同仁 沒有問題 你來我得起三萬元 給你 我是追天告 她懂得成語 你知道嗎 沒有問題 一事同仁 我可以想像 當她年輕 18歲的時候 她也是一個 通情達理的美少女 曾經 而且很特別 你裡面也看到中國的文化 就是潮州人那種藍尊女卑 被她老公輸完兩次之後 她還要出來護膚 這方面就是中國人 特別是潮州人的美德 是 重男輕女 這個字眼是沒有貶義的 因為有時候 男人真的要尊重 是不是 輕女的意思就是 不要讓女人上到前線 現在那個男人 雖然是載她老婆兩次 但其實她是保護她老婆 陶先生 因為她怕這個警長遷路於她老婆 因為她搭嘴 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 很多警察在這裡 很樂口供 不是事必要你說 但是 你說的話 可能會用在法庭做證供 那她老公 其實她的心裡 愛惜她 對呀 所以叫她閉嘴 於是一閉嘴 因為怕她說錯話 這個我們在行政管理裡吸收 一家公司也好 一個政府也好 只能夠有一個發言人 一個 不要是出多門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沒錯沒錯 李家超說話 是天公地道的 還有我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去保委也是天公地道 但是有時候你身為女人 你葉劉又加一把聲出來 有關姐姐什麼事 那些首長級 不要用太多紀律部隊 不要個個用 就是新增的五個首長級 不要全部都是退役警員 那你就是媽邊女 對呀 那李家超就是要載她 還有那個湯家華就是那個兒子 你知道嗎 那個小臣怨婚 有時候走出來又說了一句半句 但是你這個大家庭來說 我們應該聽就聽李家超 還有這位很勇武的 還有很硬正的鄧炳強 是的沒錯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拍開這個兄弟檔 還有隨時鄧局長是王柱來的 那你另外那些子女 那些老婆和小兒子 就應該在這些 這麼緊張的局勢之下 就出少兩句聲 是的 還有一些女權分子 千萬不要認為這個畫面 是對女性的一種 就是沒有用 不是 其實我舉個例子 大家明白了 如果大家 如果有子女的 那些子女 互相兩個家庭在那裡 吵架或者打架 打完架之後 拉開自己的兒子 你第一時間會不會罵對方的兒子 不會的 你是先罵自己的兒子 是 就是先打他一巴掌 臭小子 我給你這麼多錢讀書 你學人打架 你是不是丟盡老爸老母的面子 那一刻雖然表面上 你打自己的兒子 其實你是在說對方 沒錯 所以其實 這位肥哥哥 車自己的老婆那一刻 其實是保護著他 跟剛才我打兒子一樣 那個原理 所以這些戲劇中 有轉折和張力 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欣賞這段片呢 就是向周星馳致敬 因為這套戲裡面 有《國產007》 《陶學威龍》 整個周星馳喜劇系列 很多精華元素 沒錯 包括那些角色的造型 我想起那套是否功夫 那個叫《豬龍城寨》 以及整個戲劇環境 是《豬龍城寨》 和這個叫《虎頭邦》 很多東西看 所以你只是有些人 經常去警方 究竟是否執法的形象 是否進步了 究竟他們現在是否為市民 這些政治 我們不說 我們不說這些東西 你只是看 那個 他老婆這個造型 十足十張 子儀 我的父親母親 那個造型 一模一樣 看看這套片 真是拍得住 是啊 很年輕的時候 又是兩條媽鞭 那套地 這個媽鞭女 在香港還有一位 是千億身家 對嗎 所以你不要小看 疏媽鞭的女人 尤其是潮州女人 沒錯 當然了 最後這套片裏面的大英雄 當然是陳志密 是啊 我們再看看他的英知 我現在給你第一次警告 是 你走到BD巴拉 我會抓你公主地方 合謂不檢 聽不懂 聽不懂 我撞38年 我害怕你 放棄 如果你爆全世界 看著你 不要理 聽不懂 現在我告訴你 不要在這裡叫你 不要走 你走到BD巴拉 抓你公主地方 合謂不檢 聽不懂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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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自焦 你不可以 抓到 現在到你 大鬼 太過你 現在到你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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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說話 大家不要說話 這些叫強人精子 叫振得住場 沒錯 所以第二集是非常之精彩 不過到了第三集出來 就好像這個叫水壺轉 水壺轉 你不可以看七十二回之外 你看到這個梁山好漢一百零八 醉意 醉意 這個叫中二堂就夠了 是 後面那些是被金聖炭 是剪了 因為是反高潮和悶局 據有心人指出 到第三集 陳志文警長就沒有再出現 是 而最尾 是笑到最後 是一個屈尾釘章 那些花盆 照樣放在大廈門口 原來 最尾都是潮州幫 是贏了 沒錯 這個在第三集 這個我們就不放了 在圖片那裡看看 那就很可憐了 隔壁大廈那些住戶 第二天 business as usual 是 走出來走廊 照樣收窄 收窄到好像那些七十幾歲 那些老人家 前年才肥大 那條尿道 你走出來越收越窄 我提議 因為調了八十億國安費用 現在呢 由亂入自由自入興 那些黑暴 或者抗爭 那些完全沒有了 麻煩你調幾隻速龍過來 看到這個場面 在stand by 如果萬一他們真的不合作 或者是對警方作出任何侮辱的行為 無論言語或者行為上 立即 很無禮 用速龍的 所以現在未必是黑暴的 黑暴之後 有光頭叫做光暴 有肥佬 就叫做肥暴 是吧 所以這個叫暴 不是一定是黑的 是 好了 今天我們從影評的角度 另類 不講政治 不講政治 好悶 大家欣賞這個C Channel新聞 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拍得好 不需要給點贊我們 你就加入這個C Channel Channel C 陶生樂最後的更正 Channel C Channel C 這個這樣 Channel C 加入這個 Channel C 不是我們 訂閱他們 等到第二天社會更加有這些 這麼奇怪的 不平的 我不可以說醜聞 這些新聞是可以 大白於天 當然也祝福 這家麗玲花店隔離的 大蟹油口那些 業主也好 租客也好 希望他們出入平安和動樓 不要火燭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 如果各位 欣賞我們《風雲谷》這段影片 記得加入《本人桃鐵》 和《霸偉聰》的Patreon 也歡迎你加入這個 《風雲會》的特別會員渠道 好 下一集再會 拜拜 和大家說一些陶生和鮑Sir先為人知的趣事和秘密 其實國民黨如果真是執政 對於台灣的香港人 是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 是不是會好過現在民進黨呢 因為他們始終是華人 那個氣度 你不要以為是跟英國人一樣 講到YouTube的時候 我覺得很細聲 因為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自卑 誰知道他聽到之後 肅然起勁 是啊 突然間 對我態度好很多 所以我們做這種KOL 我不會學 某一個在台灣之生的那個 是這麼囂張的 他沒有說過《風雲局》 因為他不敢說 人渣 法西斯 雷將軍 這些我真的做不到 所謂的KOL 其實我都很討厭這三個英文字母 我心想為 好像十年八年前 我這個叫十九這個花名 都是你老哥改的 他真的很厲害 這條帶給他看到 又翻臉 你不要 他就說你老哥非常 不是說風雲局做得很好 我說你也是 將來有機會同台 你會發覺我現在手指指多了 就和癲狗吃了兩頓飯 給他感染了磁場 講完學我 我知道 我和看一個人 我是要看他的優點 加入頻道會員很簡單 你可以用電腦 去回我們的YouTube頻道手頁 按加入頻道會員 又或者用手機YouTube App 在本片的描述欄 卡最上面的連結 加入風雲會頻道會員 有能力的朋友 還可以同時加入 淘結Patreon 和霸偉聰衝心直說的Patreon 而Patreon除了有各種專屬內容之外 還有1-6風雲谷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一定會令我們更加有動力 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節目和內容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